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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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亞洲電台的DJI阿璐 今天呢帶大家來到的是 今年才開始的雄獅觀光工廠 那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像這樣子一個特別的地方 今天我也沒有去過 所以要帶大家來進去參觀一下囉 首先我們經過票亭之後 進來的會是我們的戶外森林景觀園區 其實這個森林是我們公司的董事長 他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栽種 他是他最愛的肯市南陽山 那我們利用這片森林在裡面做了兩條步道 等一下我們可以走其中的一條來 享受一下我們的森林體驗 我們想像力製造者在建造的時候 他就是想要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情 比較特別一點的想法 對 就是包括等一下進去裡面的時候 也是會有一種煥藍一新 有點類美術館的感覺跟體驗 所以說在裡面可以看見很多想像力的發揮 對 對 對 真的很期待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的想像力好像還不錯 自己覺得啦 但是會不會還不錯呢 我們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進教室的一個平鎮 然後把它貼在身上 這樣子我就可以來參加 繽紛水果欄的課程 真的嗎 好啊 真的不太好吃 不太好吃對不對 不是我問題 我覺得大家以前都一定用過熊獅的文具 你看啦 我看到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我的年紀破光了 不要看我們粉蠟餅好像只有幾個包裝 從這幾個包裝裡面就可以 絕對可以透露出大家的年紀 喔 我好像是 好像是這個啦 我比較有印象的是這個 好巧耶 對 這個我沒看過耶 每次是這上面這個我都不知道 對啊 不知道 OK 喔 這個簽字筆天哪 這個簽字筆就是小時候有沒有 老師在改作業的時候 勾勾勾擦擦擦擦 我的這個筆就是包包裡面隨身到還有幾支耶 真的嗎 真的嗎 你知道奇異筆這三個字只有我們熊獅文具可以用嗎 真的喔 所以別人都不可以叫做奇異筆 對 就是它可以 可能裡面的成分什麼是類似的 但是奇異筆這三個字是熊獅的專屬注冊商標 所以真的叫奇異筆也就是熊獅文具 對 所以呢市面上如果大家在講奇異筆 那就是指熊獅喔 只有熊獅可以用奇異筆 然後再來就是黑白派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也是我們公司的得益之作 你還記得小時候只要教室裡面有人拿這一組出去 走路都有風 大家請tag我 我就是那個走路有風的人 我家裡有耶 就是有這個 沒錯 超方便啊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一些化財 都可以拿來使用 就在一組裡面全部擁有 一邊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的色彩牆 是我們熊獅文具想像中製造所精心雜造的一面牆 它其實是用三種不同的化財組合而成 最上面一排是我們的粉蠟筆 中間是彩色筆 最下面是色籤筆 其實就是對應到這個下面 大家可以自由選購的 這一面牆也是就是民眾最喜歡採購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常常在外面啊 我買了一整盒24色的粉蠟筆回去 可是偏偏就有幾色好像很常用完 但是在哪裡可以買到單隻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在這裡然後在這一面牆這邊選購 對 所以大家如果用完的話呢 來這裡選購單隻 就挑這個地方 我們要準備上課囉 GIF檔案 對 要上課的話 我們要先活動一下我們的筋骨 我們上課前要先活動一下我們的筋骨 他能夠來做出漂亮的這個色彩的這個課程囉 所以現在熊獅業我在行操 對 熊獅什麼都做 沒有 它戴了什麼都我要上課 沒有 它戴了什麼都我要上課 沒有 我要上課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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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面目 那個顏色就很清楚 喔 好 我們可以繼續懂 對 用對付 現在要來參加課程 是我們的繽紛水果籃 然後我們邀請到老師要來教我們 對 製作可愛的小袋子 對對對 我們會用暈染或渲染的方式 把我們的零錢包用很像是水果的樣子喔 喔 所以等一下這麼速 然後會變成繽紛的樣子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先第一個步驟最簡單 我們把它拿開來 OK 這個部分我跟著上 然後我們把它連拉開來 然後把紙放進去 喔 這個是我們的卡紙的部分 對 吹完了 現在吹乾了 我們要進入下一個步驟 你會畫太陽嗎 你拿小朋友上課喔 好像以前會 我們太陽是不是就這樣一個圓圈圈 然後有這樣太陽的線線 這個我們太陽你會畫 OK OK 好 但是我們這個是進階版的 開陽要畫得非常非常的小 小顆的 對 然後我們開陽的線線要非常非常的長 喔 喔 好 有的非常長 有的非常短 好 我完成了 喔 恭喜恭喜 哇 這樣可以嗎老師 可以可以 非常好非常好 來 最後一個步驟 好 裝起來 沒錯 裝起來 沒錯 沒錯 裝起來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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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起來 對 我們把它先 裝起來 裝起來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喔 其實也是有難度 輕輕的 對 輕輕的 對 輕輕的 沒錯 他們裝起來 恭喜你完成了 對 我擁有了自己自己做的 零錢袋 對 很像奇異果喔 對 很好玩耶 那我們現在來到是我們的想像力製造區 也就是我們這個地方的重點區 喔 重點區 每個人來這裡一定要玩的 嗯 剛剛我們在票庭的時候 是有拿到這個 這是我們的漸層筆的組裝包 喔 組裝包在裡面 還有很神奇的紙 乍看是白色的喔 但它其實是貼紙 對 它裡面有線 然後有抄模式貼紙喔 等一下我們一步一步來教大家怎麼玩 這個是我們的組裝用的東西嘛 對 我們要用我們的輔助器具 嗯 全部造出來 選出這一個形狀 小的這個 對 它是不是有一頭比較粗 一頭比較細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比較粗的地方 嗯 放在這個 比較小的洞洞裡 喔喔 它是筆蓋的部分 對 然後我們要選這一個形狀 對 要先把它 拆開來 然後把這個 頭的部分 然後比較細的 朝下 壓進去 壓進去 要有點大力喔 yes 再來呢 我們選出這個比較大的筆桿 然後底朝下 底朝下 底朝下 這樣 對 最後呢 有一個筆蓋對不對 然後拿出我們的筆頭 把它組合起來 它這兩個組件呢 是完成了 嗯 可以先放在你的口袋 先放在口袋裡面 前進我們的灌墨機 灌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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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牌都是灌墨機 它總共有三種顏色 十二的機台 首先 我們要拿出我們的筆桿 頂部朝下 慢慢的把它放上去 這樣沒有個攤晃 壓一點 把它往上 喔 它就卡進去了 對 這個時候呢 這個動作是小朋友最愛的 喔 要開車了 要開車了 我沒上車啊 我往上爬 OK 往右邊 右邊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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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轉 一直轉 然後卡住 不能再很快 還可以嗎 不行了 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呢 壓一下這個暗了 好 壓一下 它在閃爍了 喔 顏料開始跑進去了 哇 黃色的部分 然後當它平時閃爍的時候 就表示它已經灌完墨水了 灌完了 現在是色彩學大考驗 OK 色彩學大考驗 我想要做不同的顏色 可是我們已經灌了黃色了 對 那黃色加藍色會是什麼顏色 黃色加藍色會變成 綠色 聰明 色彩學第一名 那現在你想要加紅色還是藍色 那來加紅色好了 好 先把它往下壓 往下壓 套著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我們剛剛的筆蓋 筆蓋的部分 不能弄丟喔 這裡 把它給轉進去 進去 進去 好 那就完成了 對 我們的筆就完成了 超可愛的 那現在我們就要來旁邊接泡泡囉 接泡泡 我們就兩隻手拿著泡泡 兩隻手拿著 然後伸進去就對了 伸進去 等一下就會有神奇的事情發生 好 那來接一下泡泡 欸 泡泡已經遠離我 OK 他們會碰到之後破掉 就會有顏料噴在上面 然後我們覺得紅色接得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去接黃色 會不會用臉接到 有可能啊 那我們剛剛已經接完了 我們的泡泡上面都是繽紛的顏色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欸 我們剛剛不是說 這張紙上面是貼紙嗎 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把貼紙撕下來 貼紙撕下來 用自己喜歡的圖案撕下來 可以貼在我們的筆桿上面 喔 對 我們剛剛的筆桿把它貼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用貼紙來裝飾自己的筆桿 讓每個人做出來的筆都是獨一無二的喔 我們今天的導覽已經結束了 謝謝心儀今天帶我來參觀我們的熊獅觀光工廠 我真的覺得非常好玩喔 有很多的顏色啊 創意的發揮啊 還可以組裝彩色筆啊之類的 非常的有趣喔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來玩 那我們要來講我們那句slogan 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歡迎大家來我們的熊獅觀光工廠玩囉 歡迎 看到我拿的這個東西嗎 青春 熱血 刺激 要來挑戰刺激的部分了 你知道來到龍潭大池也可以玩水嗎 要來玩的呢就是立獎 好 剛剛我有問一下老闆說 就是大家都會落水嗎 他說百分之 然後沒有把話講完 所以我們來看看到底是百分之幾呢 教練 我要講那個不會落水的 不會落水的啊 對 有這個機會嗎 應該是沒有 我全部都帶好 是以落水作為心理準備 對 就是我們今天兩個的蜜蜜都吃到水裡面 吃到水裡面 OK 對 吃到水裡面 然後然後到後面 直接轉到後面 到這裡轉 稍微轉一圈 稍微這樣轉 好 你現在蹲 拉 蹲 站起來拉 對 對 欸已經累了是怎麼回事 已經累了 第一個 腳踏 對不對 我這個示範給你看 然後 這個直接上來 蛤 好 欸 你看出我的傻眼嗎 有人上去就 就倒了嗎 嗯 可以 可以 我的腳踏就直接往下蹲 我的腳踏就直接往下蹲 很好 做跪板的動作 好 好 把你的薑拿起來 好 櫻枝在哪裡 櫻枝在哪裡 極限了極限了 極限了 腳在抖喔 哈哈 全身腳在抖 我們可以就這樣滑到底嗎 你就默默的就這樣飄走了欸 要學到精髓喔 你滑一下 你要換著手拿上面 OK 走 你跪著的時候不需要跌上面 跪著的時候先摸掉 對 對 不會滑是自己的問題 知識是教練的問題 好 所以說不能錯 OK 進步了 聽說教練可以造浪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很厲害了 看教練能不能造浪把我弄下去了 那你就等著被教練教訓一下吧 搞不好我會贏教練喔 超強 是難得一見的SUP高手 號稱百年難得一見的SUP高手 SUP高手 這就是教練是菜園的 我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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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感想啊 我可以看 教練 教練 教練開機 安全呢 就是因為 就算你落水了 教練會教你怎麼爬 就是要用費力 好 右腳往上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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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雙手 你滑 對 滑是簡單還是下 我的腳 衝炎 真的是豬嫩手 你的腳怎麼比我快啊 一直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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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有熱血刺激到嗎 沒有太熱血了 經常就是要落水 漂亮的槍 他們的浪造得很厲害 除了 玩完了SUP 歡迎大家可以走上二樓 在這邊呢 有一個非常有情調的地方 大池秘密 在大池秘密的話呢 可以來品嘗到當地酒廠 好喝的精釀啤酒 還有各式調酒 就玩玩AQB應該累了 然後就可以來一點酒 助眠 助眠一下子 對 助眠 身體的疲累 超餓的 我現在就準備要來吃一下 這個雞翅 看起來很嫩很香啊 好好吃喔 它有個檸檬的味道 然後上面加的這個東西酥酥的 我覺得口感很好 而且很嫩很好吃 這是羅馬捲 這個我沒有吃過 沒有辦法想像它的口感 而且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無花果 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的搭配 很好吃 很好吃 我剛剛那一口有點太大口了 可是下次建議他們可以切小塊 我覺得蜜汁烤雞 類似這種雞翅啊 會有點太甜 但我覺得不會 它很剛好 然後這個雖然我沒有吃過 但是呢 它就是一塊還滿香 然後厚厚的肉 然後它上面的那個無花果 應該是無花果 然後吃起來我覺得很搭配 就是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感覺 推薦大家來吃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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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